海贼王,山智血统因子正在觉醒,锁龙是刀神双月龙马的后代,陶芝铸成长20年,直接化身巨龙和陆飞并肩作战。 这一块的内容信息量很大,首先是山智和锁龙这边的战斗,在打斗过程中,山智由于之前穿了战斗服的原因,身体开始出现异常,而山智能自然形成恶魔风角的能力也被奎因点出了关键信息,山智体内的血统因子大概率和禁的种族有关。 锁龙这边则适合进苦战,从花豹武郎和和松的对话来看,锁龙的战斗方式很像双月牛王大明,而且锁龙的样子和刀神龙马一模一样,场内其他干部也在苦战。 人兽型杰克对战月尸犬蓝公爵,月尸猫腹蛇则是单挑佩罗斯佩罗。 在陆飞这边,陶芝柱借助小忍的叔叔果实直接长大了二十岁,此时的他已经可以变成和凯多一样的巨龙了,陆飞与陶芝柱在一番对话之后,准备上鬼之岛和凯多正面决战。 这一话的开头是锁龙,山智开完大招,静和奎因倒的的场景,锁龙和山智的这一手联合大招让在场的武士们士气振奋,乔巴对皮毛倒的特效要感到震惊。 静和奎因并没有因为这一击而晕过去,场内的小兵们开始准备袭击索隆他们,但是被花豹武郎等武士拦下了,花豹武郎知道,这是属于索隆,山智的战斗,其他人绝对不能插手。 这里最关键的是马尔科的回忆,在发现静的种族是产生火焰的缘故种族后,马尔科想起了白胡子的话,在玛丽乔亚诞生之前,红土大陆上存在过一个神之国度。 结合之前的剧情来看,静的种族应该就是奎因提到的路纳里亚族,路纳里亚族随着神之国度的消失,开始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静是仅存的人之一。 马尔科因为想的入神,所以被小兵开枪袭击了,一层出手救了马尔科,而在战场这边,奎因和静都站了起来,并且开始向索隆,山智发起攻击。 而山智在第二次穿上战斗服之后,身体上开始出现了异常,索隆吐槽山智千万别在这里拖后腿,还说奇怪的是山智的眉毛。 山智将身体的情况告诉了索隆,在山智晃身的时候,静对山智发起了攻击,但是被索隆拦了下来。 这里就很好的体现了韦田的对称性,索隆替山智当下了劲的攻击,而山智则替索隆踢开了奎因的攻击,索隆和山智都替对方挡了一刀,而且都是他们各自的队尾,奎因对山智的恶魔封角很感兴趣。 他觉得山智和他一样,都是改造人,所以山智的脚也被改造成可以随时燃烧的状态,但山智告诉奎因,自己是百分百的人类,奎因并不相信山智的说法,因为人体产生火焰是露纳里亚族的独有能力。 结合山智身体异常的剧情来看,山智这一波估计是战斗服引起了体内的血统因子觉醒,山智这一代都是加智用血统因子改造了基因的改造人,山智因为母亲服药的原因,所以身体能力是兄弟姐妹中最差的,但这不代表山智体内没有血统因子,相反只是他的血统因子被药物压制了。 而山智的恶魔风角能力很可能是血统因子带来的技能,在奎因吐槽的时候,画面切到了静的脸上,山智的血统因子来源应该就是静的种族了,随着山智的不断升级,他体内的血统因子不断觉醒。 这才有了恶魔风角,而战斗服则是给山智的血统因子进一步激活,山智后续还能升级,换言之,山智是最成功的血统因子改造人,不仅兼容了其他种族的能力,还保留了自身情感,因此才会变得如此强大。 而索隆这边则是陷入新一轮的苦战,静的战斗方式十分奇特,他的剑上是齿刃,因此可以用剑直接让对方武器脱手,达到剿械的效果。 索隆被震刀了,在静的攻击之下,索隆手上双刀脱手,静挥拳攻击索隆,但是被索隆用嘴上的河道文一字挡了下来,索隆一边吐槽静的攻击方式,一边把炎魔和妖蛇拿了回来。 给山智加完射并之后,自然就到了索隆这边,从河松和花豹五郎的回忆来看,已故的双月牛丸和索隆长得十分相似,而且战斗方式同样是三刀流。 而索隆将秋水归还和之国的故事也被理解为命运,在关于龙马的剪影中,我们可以看到,这龙马和索隆长得很像,而且同样昨年有伤疤,这就差明说索隆是刀神龙马的后代了。 除了海贼王双翼的大战之外,场内还有三个干部战在打,一个是三才杰克和犬蓝公爵的脚梁, 杰克开启人兽型对战犬蓝,犬蓝回想起了向导被杰克蹂躏的惨状,他决心战胜杰克, 由于凯多在天花板上开了洞,犬蓝得以变身月亮狮子形态来对战人兽型杰克。 而猫腹蛇这边同样如此,他化身月亮狮子形态对战佩罗斯佩罗,猫腹蛇这边基本是替佩德罗报仇了,佩罗斯佩罗估计要凉,而雷唐与葫芦兽的战斗还在继续。 现在赤销九人的战斗基本是以相信和之国会结束黑夜,迎来光明而进行了,从剧情进度来看,现在是黑夜, 伟田是想陆飞在天亮时打败凯多,完成和之国迎来曙光的剧情和特殊画面吧。 这一画的最后是陶芝珠化身巨龙的场景,小忍的叔叔果实将陶芝珠催熟到了28岁,此时的陶芝珠已经可以化身成为凯多那种体型的巨龙了, 从小忍的话来看,人形态下的陶芝珠和光月玉片长得一模一样。 这里也算是伟田的对称性吧,光月玉片和凯多这两个素敌,他们的孩子都像对方,一个形似,一个神似,凯多的女儿大和想要成为光月玉片那样的武士,陶芝珠则是变成了凯多一样的龙,造化弄人啊。 截北处,陶芝珠回忆起了和陶芝珠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,当时的陶芝珠还是条看起来像失误的小龙,现在已经是可以并肩作战的巨龙了。 陶芝珠的实力肯定因为长大而有所提升,后续剧情就是双龙对决,外加陆飞和凯多的最终一战了,和之国的王者大战即将落幕,只要打败了凯多,陆飞离成为海贼王就是一步之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